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星期日可能我會今後出的片 星期日會比較少 當然因為新聞比較少 所以可能會出一條片 有其他新聞價值的可能會多出一條 給我多點時間去休息一下 一個星期還出七天是很辛苦的事 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香港現在可以 可靠的可信的 媒體又或者不是人民易運的媒體 現在就越來越少了幾乎是沒有了 對我來說我在海外評論香港的事情都有一些困難 你要捐通捐呀 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才可以看到不同的資訊 可靠的資訊要綜合一下 要廢很多的 精神和時間才能夠做得到 所以這個星期日沒有辦法 減產 請大家原諒 我這一節都是想說一下香港媒體的生態 半年以來 六月的時候我們沒有了評判日報 到去年的年底 沒有了立場新聞 到今年的年初 沒有了眾新聞 這幾個都是對我們來說 對香港的新聞自由來說 打擊很大的 幾件事 現在英國幾乎每個星期 週末和週日都會有一些活動 人年活動 請願的活動 例如剛剛在倫敦的 香港經貿辦有過千人 在那裏做請願 要求恢復香港的新聞自由 要求釋放一些新聞工作者 當然 大家知道 大家都會問 有沒有用的 我看到網上的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笑 永遠都問有沒有用 什麼叫有沒有用呢 請願的活動 示威的活動 呼籲的活動 有沒有用就是當權者會不會有回應 請兩次當權者有回應就簡單 不需要問有沒有用 所有事情在你眼中可能是沒有用的 不過 不做會更加沒有用 這個是常識ABC 但是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沒有了蘋果沒有了立場沒有了眾 可能對你的生活沒有什麼影響 大家不就說 我看Youtube 我看Facebook 傳的資訊 我看什麼的secrets 我不看主流媒體很久了 聽你的所謂的KOL 我聽見KOL這三個字 我都打爛了 真的 覺得很多人害怕的這個說法 KOL Youtuber 什麼KOL 聽你們說就行了 我不看新聞很久了 只是上網聽誰誰誰 加上你 已經覺得足夠的資訊 對於我來說我會覺得 如果香港的市民 認為這樣已經吸收到足夠的資訊 習慣了又或者是無奈地面對香港的傳媒生態 的沉淪 我就覺得香港這個沉淪的生態 沉淪定了 不能回頭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樣就已經OK了 很多人會問 不OK是怎樣 不OK你要覺得不OK 你不可以不OK都覺得OK 如果你不OK覺得OK 你真的整個香港都不OK 你永遠都 要維持一個 不OK的一個狀態 然後才能夠 有機會可以改變到現狀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 自從這個立場 消失了 消失了之後 有香港有多少個媒體 相繼不見了 這些媒體可能是毫不起眼的 對你們來說 有些人聽都沒有聽過 聽過但你沒有進去看過 但這些媒體無論你多麼小眾 多麼小人 看 多麼你不同意他的看法 你覺得他多麼激進又好 多麼保守又好 我覺得這些媒體 在一個自由的社會 都有他的存在價值 有人統計過 沒有了立場 用煽動罪拉 然後就立場宣佈停運 然後就中隔了幾天之後 亦都宣佈抵受不住壓力 沒有辦法要停運 什麼人不見了 什麼媒體不見了 香港獨媒新聞 這個不是香港獨立媒體 其實香港獨立媒體 改了名為獨立媒體 因為有香港獨立這幾個字 害怕出事 這個 香港獨媒新聞 和獨立媒體是兩回事 初時我也誤會了 因為有朋友傳了 資料給我 說獨媒都停了 嚇我一跳 後來 找獨媒的朋友證實是兩回事 獨立媒體和香港獨媒新聞 網上都說 獨媒都停了 我快點要背後才行 香港獨媒新聞和 IBSK網絡媒體 都在立場 出事後 停運了 然後中新聞停運後 瘋狗日報 黃毓民 創立 和舊疆媒體 罪言時報 這三份 都停了 很多 對我來說都是很陌生的 我都未看過 未看過 但是我經常都說 無論是多麼小眾立場 多麼走偏鋒也好 都有他的存在價值 這是一個自由社會的標誌 罪言時報就有公佈這是一月初的事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間 很遺憾要向各位讀者告別 罪言時報在2013年在膠燈討論區 在左膠當道下提供空間發放 本土的民主聲音 不過2022年 市民無法如昔日 暢所欲言 價值已被外力剪稅 所有記者如今 已是戰地記者 安全採訪和贊社 評論已非必然 宣佈1月7日零時起 停運 編輯部解散 另外這個救疆媒體 亦在1月初宣佈 停止運作包括網台節目 街頭訪問 特有記者直播和文宣推廣 過往的內容都全部下架 救疆媒體說近日不斷有報章記者作不惜的報道 他們的註冊地址搜查資料 聯絡創辦人名下的和公司的股東 對此極為無奈和強烈譴責 至於救疆媒體和其他的 嚴謀包括舉辦市集和開發產品 繼續 讀媒新聞 IBHK 網絡媒體 在立場後停運 讀媒新聞是這麼說的 為免避免誤墮發網 即時停運 刪除社交媒體網頁 所有人員解散 而9年的IBHK網絡媒體 亦在12月29日公佈解散 網站有下 聚散中有時候會有期感謝各位九年以來的後愛香港人珍重等等字眼 林鄭就說沒有啊沒有韓閃後應 立場是自己停運 我們沒有人找過她 跟七文自由無關 我說了不知一次 廢話 她當然不是不知道 她是詐不知 是不是 她也不是詐憤 只要瞎眼說謊 不是詐不知 媒體登記過去一年有憎無感 政府和警方只是依法辦事 全世界可能是中國大陸和香港會這樣說 全世界自由的國家 都沒有人看著 香港這個媒體的沉淪 好了 《明報》 我都說過了《明報》在 論壇版專欄作家的 《明報》 版面上也有一段文字 《本網》發表作品若提出批評 指出相關制度政策和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 巡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和其他社群的產生憎恨 不滿或敵意 戴了這個頭盔 在每一個專欄底下都有這個 網絡的版面 如果是報紙的版面 就是那個板底下有這個頭盔 有沒有用 沒有用 一點用都沒有 大公報照齊 學者羅永生的文章 就是 他登這個《明報》是否接過 《蘋果日報》這個煽動 做了煽動工具 結果 這位同期在學校大學讀書的這位學者 的專欄已經被取消了 北陣的專欄被取消了 然後消息傳來 歐家倫 的專欄也會寫到今個月底就拜拜 因為也是被國安處點了名 《明報》是一個相當溫和甚至是相當建制的一份報紙 當然 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報紙 幾十年來 他都是 出了一個 有不同的政治江譜 都可以 發表意見 的一個媒體 政治江譜也相當 闊的左中右都有 幾十年來都是如此 到今天要淪落到戴上這個頭盔 批評 只在希望政府改善 沒有這個惡意 沒有這個煽動意圖 但是仍然是 不能逃過 逃不掉臂點名 然後令到一些 他們認為 不合聽的 易見的 這個作者 一些學者 一些新聞工作者 要 閉口要禁聲 一份知識份子的報紙 淪落到這樣真是非常不幸 然後也有一個消息傳來 明報同系的 明州 明州在做什麼呢 消息就說明州 現在就是 將一些 大家知道明州 做了很多有關於 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很多採訪 一些報導 一些視像的報導 等等有很多 現在的消息就說 明州已經刪去YouTube 所有的反送中的影像的報導 現在只剩下Facebook 上傳 這個是蕭雲傳出來的消息 肯請熟悉Backup的朋友留意 自錦自錦 明州是一個相當高質素的 一份周刊 在反送中運動裡面 也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 客觀報導的角色 他現在 也都好像明報一樣 很擔心 那些報導 會被 國安處 抽猴腿 會 說他是煽動 於是 急急忙忙地下架 即是 在這個 白色恐怖之下 這些歷史 這麼珍貴的歷史 包括 蘋果全剷了 所有的 在地球上消失了 幸好有人很努力的 Backup 再早前 你看得到港台 所有YouTube用 放了一年就刪掉了 投籠新聞已經沒有了 幸好我們這些人 還有很多其他朋友 Backup 鏘槍集 Backup 頭條 Backup 視點殺一 等等 希望可以 搶救回來 蘋果日報 沒有了 看看 幾十年的歷史 然後 立場沒有了 中 遲早都刪掉了 這種白色恐怖之下 過往的報導不只是說2019年反送中運動 之前 一切 媒體的歷史都不見了 不見了 消失了 你覺得真的很可怕 明州這些很有質素的報導 明州和明報 老實實 如果和香港在香港媒體 的光譜 其實 你完全不能說他激進 甚至可以說他是 保守的光 保守 連這些 相對比較保守 溫和的媒體 都在白色恐怖之下 不能夠存在 都要消失 你想想 香港是一個什麼的光景 你從這個角度看 有一番說話 我看完之後 那個感覺是很強烈 究竟這番說話出處在哪裏呢 各有不同的爭議 那番說話是這樣的 他說如果占裔的批評 完全消失 溫和的批評就會變得刺耳 如果溫和的批評都不被允許的話 沉默 將會被視為 居心叵測 如果沉默 也不再被允許的話 讚揚不夠賣力 將會成為一種罪行 如果只是允許一種聲音存在的話 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 就是 謊言 在網上我看到 這番說話尤其是 香港媒體的生態的沉淪 很多人都說 有些人說這番說話是來自 柏拉圖的 也有人說 找過柏拉圖的語錄 又找不到這番說話 無論這番說話是來自哪個都好 我覺得這番說話 很能夠 反映到香港的實際情況 大家會問 為何香港 由 最溫和的 由蘋果消失以來 跟著立場 跟著仲 跟著 明報大頭盔 跟著明州 要刪除Youtube有關的反送中的報道 即是說由激進的到溫和的到建制的媒體 都全面要收斂 原因就是 什麼呢 就是因為 有這個煽動罪 在教導之前 在蘋果日報之前 香港電台 要 100% 大轉身要成為黨和國家的喉舌 要消滅所有不同的聲音 投尊新聞就首當其衝 然後一直消滅下去 一直燒 現在成為 切頭切尾黨的喉舌 從那時候開始 大家會覺得 你說蘋果會有一些尖銳的批評 是不是 蘋果尖銳也有限 消失了 於是 溫和的聲音也會變得刺耳 立場 很激進嗎 很尖銳嗎 不尖銳 更加不尖銳 明報 保守 是不是 只不過是有一兩個作者 作為一個點絕 包括小題在內 溫和的聲音也會變得刺耳 當溫和的聲音不被容許的時候 不說話也不行 大家 因為要表態 哈維宇也會說 是吧 說這個無權力者的權力 他說在雜貨店 大家都會貼一張 海報 在廚窗 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比來 哈維宇也問這個老闆 為什麼要貼呢 其實知道這篇文章嗎 沒有啊 不知道 他政府的人員 拿來叫我貼 不貼不行 不貼就有很多麻煩 你知道這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比來是什麼意思 他們叫這個口號 我就叫這個口號 不照叫 沒有什麼 大家活在一個謊言裏面不是一個真實裏面 大家要人民亦云 目的是保平安 你沉默都不行 你不貼 這個poster 你沒有表態 表忠心 你就是居心婆賊 我沒有發表反對意見 尖銳的我不說 溫和的聲音我也不說 我不說話了 你沉默的 你沉默都是居心婆賊 沉默都不被允許的時候 不夠賣力都成為一種罪行 這個是真的 在中國大陸歷次的政治運動裡面什麼叫積極分子 經歷過人都知道積極分子 這時候一輩人來幫我聽 這個積極分子因為他要拼命表態 表態 表態不是只是說的 要鬥人家 要不要人跪玻璃的 要用皮鞭打人的 打人 鬥人 督人灰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自保 不夠賣力不夠賣力就是罪行 一定要好賣力 如果這個世界只是找到一種聲音存在的話 這種聲音就一定是謊言 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 真的 恐怖的地方就是 現在 你看香港的媒體基本上 是沒有辦法 去 信 我現在有個困難就是 譬如我做節目的時候 我要看很多不同的資料 外國的資料 香港的資料 你看到香港的資料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去掌握到 因為 以前 有很多不同的媒體你可以 以 很多的資訊來源 作為一個 Hintz 一個 給你一個 線索 然後跟著線索 可以一路找不同的資料 做一個 全面的 詳盡的 否釋 問題就是 有些媒體根本有些新聞 不報 連線索也不給你 你怎麼搞 是不是 很多人說我看Facebook就可以了 我看KOL就可以了 其實 慘就慘了 Facebook 很多東西是沒有證實的 按下去可能有毒的彈出來 有些東西誇張到不得了 有些東西誇眾取寵的 完全不是一個嚴肅的做法 現在唯有 看很多外國的資料 找到線索 但是 外國的資料 報香港的新聞都是很多 很表面的 很浮面的東西 立場和眾 這兩個網媒為什麼能夠 奇風突出 我剛才說的網媒 怎麼都不能 跟這兩份網媒做比較 這兩份會不會 值得我們珍惜的地方在哪裡 說他的發展當然是艱苦經營 錢又不多人又不多 後來就有很多人 去眾籌 或者做 這個 訂戶等等 月捐 慢慢令到他能夠 成長起來 他由一個以前 網媒 一般來說因為他是 艱苦經營 很簡單的請幾個編輯 幾個記者 抄別人的主流 媒體的即時新聞 然後 自己可能 做幾個訪問打幾個電話 就寫成一個新聞出來 主要是 根新聞美的 用我們那一行 根新聞美的一個媒體 立場 還都是 但是慢慢發展上來 因為一群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於是 他有很多自己做的 很深入的專題報道 很深入的專題報道 有很多很好看的訪問 甚至一直發展到整個電視台 這樣就好似 除了有文字版面之外 有這個 影像之外 還有 譬如說 《眾新聞中國早》 還有 《眾星集》 《無號開引號》 等等 像一個電視台 《香港這一天》 然後還有什麼呢 因為網絡 是一個 很重要的可以做到互動的媒體 譬如 你要重組 周志樂 墮樓的整個情況 在這個 審議的過程 根據《四星裁片》的資料 去重組 這個 平面媒體是做不到的 電視媒體也是不會怎麼做的 但網媒的媒體 就做到的 相對簡陋的媒體 變成一個很深度的報導的媒體 而且往往 主流媒體 抄回他們的報導 因為很多訪問 主流媒體不做 或者不會做 或者沒有這個角度 或者不敢做 做了之後 主流媒體再拆翻 報紙再拆翻 很可惜 到了 他們 我認為 是 開始成熟 開始開花結果的時候 突然間 扼殺了 沒有了 就是這個白色恐怖 就是這個 煽動罪 對於我們來說 當然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對於我來說 香港 心肌會覺得非常痛苦 因為裡面有很多我認識的行家 有些被拘捕了 坐 未審的 坐了很久了 有些 小勝立即我相信他們 轉行 退休的退休 轉行的轉行 不會再做下去 因為香港做新聞工作是一個高危的行業 所以 就回應了 別人說這句白拉圖 這番說話 是吧 占銳的批評消失 溫和呢 溫和的批評呢 溫和聲音就很刺激了 當溫和聲音都不被允許的時候 你不說話 你不說話當然有事 是吧 你不說話 沉默都不被允許的時候 不夠賣力就居心叵測了 一直這樣下去 可能明報 因為 不夠賣力拆得 是不是 要他做建制的報紙要他做文匯大公 他才不會居心叵測 才不會成為一種罪行 不夠賣力可能會被針對 是不是 如果明報 有些人說下一個是明報 我真的不敢包 明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然後明報也沒有了 那剩下的 全部是方言 大家就活在這個方言的世界 這個是必然的 現在香港就是一步一步 向著這個步伐 向前走 或者倒退 其實是不久的將來 不久的將來 一定是跟大陸看齊 我看到剛剛上網 講國安法一周年的時候訪問不同建制的學者 劉少佳的說法就是 你以為 搞定反對派 沒有了反對聲音就可以了 還沒的 遠遠未到 有很多 是需要整肅的 接下來這一兩年是全面整肅 包括教育 包括新聞界 媒體全面要整肅 那個訪問就是 在 2021年的年中做 到現在 你看到 全部都是 我不知道對於劉四嘉來說還是 肯定不幸 對於我來說就是肯定不幸 不幸而言重 現在獨力支撐 那個 那個叫做獨媒 獨立媒體 獨立媒體 其實在那麼多媒體來說 時間都相當長 很久了 2003年 2004年 質素都不錯 但是 他們真的很艱苦經營 能夠出到錢 請到一些有質素的記者 我相信 錢不多 雖然做得很努力 但是相對於立場 相對於眾來說 都是差大 現在唯一是可以 看看的就是 獨立媒體 但是 可以撐到什麼時候 這些聲音 已經變得刺耳了 不讓存在的 如果 照此路進 就有什麼生存的空間 不要讓我不幸而言重 一說到媒體我就心情是比較激動的 希望大家兩屆 暫時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itcher 繼續支持我的心情學法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